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风水当中同样也存在空亡之作 而且风水对空亡是非常惧怕的 就是说任何做风水的我们都要避开空亡 如果犯了空亡杀 那么后果非常严重 所以在风水当中有挂犯空亡 家破人亡这样的说法 并且这样的说法也是得到风水界的一个公认 并不是说某一派才有这个说法 当然在空亡当中也存在很多不正确的言词 比如说有一些风水先生说 犯空亡反而属大跪 这种说法原则上是不正确的 那么风水当中的空亡 我们是怎么去查询的 今天就和大家来讲解一下 我们在看空亡的时候 首先要从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从八卦方面 第二个从二十四三来判断 那么八卦方面呢 八卦方面所产生的是什么 大空亡 二十四三所产生的是小空亡 在空亡之中 大空亡呢 会更严重一点 小空亡呢 它的伤害会小一点 所以房屋如果是做了大空亡的话 那么这个房子是一定不能住人的 代表它的气场是非常虚弱的 我们都知道住房是虚 讲觉的是气 气旺宅集 这个是风水当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如果这个房屋的气不壮 它是空的 它是虚弱的 就像一个人已经进入老年了 那么他不会有什么朝气 他要想做什么事业 基本上也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这个如果载临摔气 这个气为摔气 那么肯定是非常不急的 那么空亡我们是怎么看的 那我给大家画一个图 画一个图 各位就明白了 这个是卦 一卦管三三 一个卦它会管三个三 比如说这个是黎卦 那么黎卦过退文就是什么 坤卦 坤卦 黎卦是什么 丙武 丁 坤卦是魏 魏昆生 卦与卦之间 称为大空王 刚刚讲的 三与三之间称为小空王 那么什么叫卦与卦之间呢 这个出头 这个叫卦与卦之间 一个卦管三个三 一卦三三 一卦十五度 一个卦是四十五度 那么三与三之间呢 就是这两个三之间 这个叫三与三之间 这个叫三与三之间 那么这个就叫卦与卦之间 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如果螺盘上的十字线 因为螺盘上它有一个十字线 这个十字线如果是压在卦与卦 这个山上面代表放大空王 就大凶 那么如果这个十字线 是压在三与三之间的 代表放小空王 啊 主小凶 我们用螺盘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螺盘 我们还是放到这个 礼卦和到坑卦上面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礼卦 与五丁为礼卦 这个叫地盘 在螺盘当中呢地盘是一定要存在的 你看有的螺盘 不管它是什么派别的螺盘 什么门派的 那么它都一定要有地盘 没有地盘的话 这个就不能够叫螺盘 它只能说是一个指南针 那么有地盘的螺盘呢 才算是螺盘 所以这是离卦 这个卦是离卦 那么这个卦是坑卦 你看我们当调 调好这个十字 调好这个指针 我们首先要调偏词的指针 当然这里就不给大家调 主要是让大家看 调好指针过后 如果这个线是压在这上面 压在这上面 那么代表什么 代表是挂一挂之间 这个叫中凤线 挂一挂之间 它是空王 它这个线踩在了大空王上面 如果是在三为三之间 那么就踩在小空王 魏和坤之间为小空王 这个宽和申之间也是小空王 然后这个五和丁之间为小空王 丙和五之间为小空王 但是丁和魏之间呢 为大空王 为大空王 那么如果是祝坊犯大空王 在风水当中呢 是非常不及的 而且它的危害特别严重 比如说空王它会导致一个什么事情呢 空王气善 它的气是很善的 这个气它可以代表阳气 它的阳气是非常散的 我们都知道 当气很善的时候 它会导致阳衰而阴盛 那么所以在风水学当中 如果防无林空王 它是很容易闹鬼的 闹邪闹鬼 当然这个鬼我们不能够理解 我们民间所讲的这种鬼怪 它只能说睡在里面的人 住在里面的人呢 它容易精神失常 容易得神经病 精神疾病 或得一些怪病 并且睡眠不好 晚上做一些噩梦 等等 都和空王有很大关系 而且空王它也祝丁财两败 丁财两败 丁财两败啊 在风水当中是大凶的 很多人都很害怕 丁是祝人丁为健康 财是祝财富 如果家中人丁衰弱 健康又不好 并且财富又不好 那么这个风水你看 肯定是很糟糕的 所以它有丁财两败的一个格局 而且如果是逢空王的住房 如果房屋林空王 如果这个房子有长期 没有人来住的话 它得不到阳气的一个补救 那么这个房子呢 就会出现什么呢 它同样会出现阴盛 阴盛 阴气太盛了 那么这个房子你去住就不太适合 所以我们在修建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这样的风水 这种风水是大凶的 当然有人可能会问 我们住的小区一栋楼 就像这种小区它是一栋楼 比如说有三十层 那么这种房子怕不怕空王呢 那么这种房子在风水当中 它不是很怕空王 因为住了人比较多 所以它能够压住 所以对它的伤害是比较小的 但是如果是独栋的房子 像农村的这种房子 你只有一家人在这里住 那么这种空王对你的伤害就是百分之百 它没有任何人来帮你分担 这种伤害是特别大 所以如果是我们是小区的话 这种伤害可以降低 但是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也尽量避免空王的住宅 就要避免 它不一定会导致什么丁才两败 但是它一定会导致气场虚弱 导致丁才不忘 它会导致丁才不忘 它不一定会败 但是它会不忘 但是像农村的话 它就会导致这种衰败 比如第一代人 一家有五个人 第二代可能只有三个 第三代只有一个 第四代就没有了 它会导致人丁的一个衰竭 所以在风水当中是大凶的 我们在平时看风水 自家也好 或者说亲戚朋友也好 我们都要注意这一点 尽量的规避 好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